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白色长裙惊艳亮相 身材颜值双再现 娱乐圈新女神诞生 在这个热闹非凡的娱乐圈 总有明星以耀眼的姿态吸引大众的目光 而这一次 杨子凭借一袭白色长裙 再次让人们惊叹于她的美丽与自信 她从那个家有儿女里活泼可爱的 小雪成长为今天的娱乐圈新女神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努力和突破 活动现场 杨子的白色长裙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制 简洁而不失设计感 线条流畅 凸显出她纤细而匀称的身材 尤其是腰部和肩颈线的设计 将她的优雅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白色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高贵纯净 像一位从画中走出的仙子 给人一种不可触碰的美感 杨子的这身装扮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天鹅湖里的白天鹅 纯洁却不失力量 这种美感不仅仅来自服装设计 更源于她本身的自信与气质 她的每一次亮相仿佛都在告诉我们 她不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闪耀的存在 杨子的身材管理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 她的体态匀称 没有过分追求骨感 而是散发出一种健康自然的美感 再加上她那如春风拂面的笑容 每一次出现都能让人感到愉悦和温暖 尤其是她那双明亮的眼睛 总是充满灵气 仿佛在诉说她内心的坚定与追求 在如今娱乐圈中 许多人追求冷白皮和网红脸 而杨子却保持着她独特的气质和自然的美 她的微笑带着感染力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和优雅 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关键 杨子的成长轨迹中 演技是最亮眼的部分 从早年的家庭喜剧 到如今的多类型作品 她在每一个角色中都投入了极大的心血 欢乐送礼的邱莹莹 有点笨拙却真诚善良 而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紧密 则复杂多面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她都能将角色演绎的深入人心 杨子的成功绝非偶然 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从早年的《小童星》 标签 到如今成为实力与人气兼备的演员 她用演技打破了外界对她的刻板印象 每一次的蜕变 都是一次对自己的超越 杨子一直以来都以她的穿搭品位 被大众津津乐道 从日常活动中的清新自然 到红毯造型的高贵优雅 她都能完美驾驭 此次的白色长裙 更是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成为活动中最耀眼的存在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穿搭不仅仅是时尚的体现 更是自我表达的一部分 而杨子用她的风格告诉我们 个性与气质是可以并存的 她的每一次穿搭 都让人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独特理解 杨子不仅在事业上表现出色 在生活中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她的善良与真诚 使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中 能保持初心并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是一件极其难能可贵的事 杨子的每一次公益行为 都让我们看到了她内心的温暖与强大 正因为如此 她才真正配得上 心近女神 这个称号 杨子的美丽背后 是她对自我管理的严格要求 她非常注重健康饮食与规律的作息 坚持运动 让自己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这样的坚持 让她在每一次出镜时 都能呈现出最好的自己 现代社会许多人因忙碌而忽略了对身体的管理 而杨子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健康与美丽是可以并存的 她的状态不仅是外在的 更是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的体现 在此次活动中经验亮相后 杨子未来的事业让人更加期待 无论是大荧幕还是小荧幕 她的每一个新作品都会带来惊喜 她的演技 她的努力 她的个人魅力 注定会让她成为娱乐圈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娱乐圈中从不缺乏美貌与才华兼备的人 但像杨子这样能够持续努力 保持初心的人却少之又少 期待她未来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 也希望她能继续用自己的方式感染更多的人 杨子这一次的白色长裙亮相 不仅让她的颜值与身材得到了极大的展现 更让人看到了她多年来的坚持与努力 从内而外的魅力 自然优雅的气质 让她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新女神 她的故事是关于成长 努力和自信的最佳诠释 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是付出和积累 杨子的成功是她多年来用心经营的结果 无论是她的演技 颜值 还是她的为人处事 都在默默地影响着无数人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位新晋女神未来的更多可能性吧 肖战包场好东西电影原因曝光 温暖的真诚回报 近日 一则关于肖战的热搜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包场支持宋佳和钟楚希主演的新电影 好东西 这一举动背后蕴含的原因被媒体曝光后 更让人感受到了肖战的真诚和善意 作为电影主演之一的钟楚希 不仅与肖战合作过经典暴剧王牌部队 还曾多次低调地为肖战话剧《如梦之梦》送花篮 他的温暖举动虽然未被大肆报道 但却被在场观众看到并记在心里 而肖战的回报 不仅是对朋友的情谊 更是一份令人动容的温暖 媒体披露 钟楚希曾在《如梦之梦》演出期间 多次送花篮支持肖战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的这些举动非常低调 没有在社交媒体上炫耀或刻意宣传 而是在默默中表达支持 低调的善意如同涓涓细流 流淌在舞台幕后 也流淌在人们的心间 这种善意让人不禁感慨 娱乐圈中难得有这样的友情 钟楚希的支持不仅体现了他的品格 也让人看到他对肖战作品的认可 这种尊重和支持 为两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更深的信任基础 作为回报 肖战包场支持钟楚希主演的新电影《好东西》 这一举动也证明了他对朋友情谊的重视 肖战从未吝惜对真心朋友的支持 这一点从他一路走来的经历中屡见不鲜 他用行动传递了一个信念 真诚与温暖是友情最好的纽带 肖战的回报显得自然又真诚 对于曾给予他支持的人 他总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 这种温暖的态度不仅让粉丝们感到骄傲 也进一步巩固了他 暖心偶像的形象 每一个善意的举动背后 都是他对友情与责任的诠释 从粉丝的反响来看 大家对肖战和钟楚希之间的友情 表示了强烈的支持 同时也对两人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 在经典电视剧王牌部队之后 许多粉丝希望两人能在电影领域再次联手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而这次肖战包场好东西 更像是为他们的友谊写下了一个温暖的注角 此外 粉丝们也表示 会跟随肖战的脚步 一起支持钟楚希的新电影 这种粉丝文化的延展 不仅体现了对肖战的喜爱 也在《无形》中 为电影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这种良性互动 让娱乐圈中的每一个善意举动 都能传递得更远 好东西的上映 不仅是钟楚希事业中的一个新台阶 也成为了 他与肖战友情的又一次见证 而肖战即将上映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 则为粉丝带来了更大的期待 在春节档的电影中 肖战饰演的郭靖江 陪伴大家度过佳节 这种电影间的交织 不仅丰富了观众的选择 也让两位演员的作品 形成了良好的呼应 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真心为肖战与钟楚希之间的友情 感到温暖 娱乐圈中 常常因为利益而显得复杂 但这样的真诚友情 却让人倍感难得 钟楚希的低调与支持 肖战的真诚与回报 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温暖的榜样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 善意无需张扬 真情无需刻意 温暖却可以彼此传递 对于钟楚希的新电影好东西 我由衷地祝福他 票房大卖 也希望肖战与钟楚希 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合作作品 与此同时 期待肖战在《射雕英雄传》中的精彩表现 相信这个春节它会为大家带来无尽的惊喜 总而言之 这样的友情故事和支持行为 都是娱乐圈中最珍贵的一部分 愿这样的善意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也愿他们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用优秀的作品为观众带来更多感动与欢乐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